大家好 我周明山这盘蝴蝶兰 就是在春节之前购买回来的 当时花苞还没有打开 我就是给它换了一个花盘 然后旁边给它添加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水苔 添加进去到现在 也是在春节时间段 我就是给它喂了一种水 它证明就快速的把这些花苞打开了 比较的茂盛 比较的多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种水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兰科专用水用营养液 里面所含的有机制成分 是个多的氨基酸成分 还有各种有益活精也是特别的多的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兰科植物和剂作的一种水用肥 就是高浓缩水用肥 我这科尼尾就是喂了两次这样子的 七天喂一次 大概就是两颗兑上500毫升的精水 给它浇过透的 就是浇过两次这样子的 它一旦吸收了 它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 供给到这些花苞上 花苞一旦养分充足了 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打开了 比较的鲜艳 比较的饱满 大家看一下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家里购买的蝴蝶兰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打开花朵的话 就是使用一些这种兰科专用水用营养液 给它对水浇灌浸浸 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是比较可行的 就是用到一个尖嘴壶 沿着花盆边缘慢慢的浇灌浸 就可以了 直到花盆盘堵 底部流出水 就可以给它停止浇灌 浇灌完整之后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通风环境的位置 就可以了 还有散色光的位置 最好是靠窗台的位置 阳台的位置就可以了 就让它慢慢的打开花苞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叶片是比较的有光脆利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桌面上这盘火蝶兰 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打开花苞 开花朵的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所说的方法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